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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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了隧道就是東涌消防局 一出隧道就是東涌消防局 我們一路向前走 前面有一條天橋 右手就是北大嶼山醫院 我們上天橋 天橋有三個方向 左手就是東涌炮台 右手就是小炮台 馬灣洞村 直到東奧古島 我們向左手走 走到東涌炮台 先走到東涌炮台 城門 現在到這裏 我們轉左上去看天候廟 很近的 其實都走十分鐘 就到天候廟 我們看完之後 再向東涌炮台 那裡 我們落下來了 地坑 凝固 掌揚 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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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完天后, 要回到这个路口 我们继续向前走到东涌炮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标志派中,在标志派中,留意左边有一个牌坊 写至东涌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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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立学校的校舍 然而,东涌公立学校于2003年停办 东涌炮台的面积为70乘80米 城墙以花钢石砌城 炮台设有三道拱形城门 分别为北面正门的拱神门 东面的接寿门及西面的圆庚门 目前,在北面的城墙上仍保留着木门大炮 东面设有四门大炮 而西面只有两门 这些大炮分别放置在花钢石和水泥的基座上 它们的炮身上刻有看字 写有铸造年份 经学者考证 这六门大炮并非原本属于东涌炮台 而是由其他炮台而来 作为装饰之用 这些大炮的铸造年份分别为1805年 1809年和1843年 出海到天桥 我们要向右手边 跟北大鱼山运行 向日冬村走 前面就是日冬村, 如果你在冬冲站坐38号车去到日冬村 出来, 日冬村那里有个路口 这个日冬村里面, 你看到这个路口, 这个路口进去 大约走十几分钟, 去到马湾冲村, 在这个路口进去 马湾冲小渔村, 被围望的东冲旧码头马湾冲小渔村 确实是香港一个相对较少人提及的渔村 但它却有着独特的魅力和有限的氛围 对于许多人来说, 在提到香港时, 他们可能首先想到的士大澳 里渊门等渔村, 而不略表围于东冲的马湾冲小渔村 当提到东冲, 许多人可能会联想到岸亭三六名蓝车和东 在几岸亭中, 这一座那些渔村里面 建成最后 电梵统沓村 这一座渔村, 应该是金属灵 都有来一座渡, 许多人可能会联想到岸亭与 我就不重灵散, 至少妈妈的牧场 早就有为例子马湾冲了 从显楼子上 被创造的蜂村 进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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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冲小炮台建于清朝家庆22年,1817年,长生以花江岩砌城,包括两座炮台,七间兵房和一间火药局,然而现在只剩下一道户场 东冲小炮台旁边还有一座唐代灰瑶为止,原本位于赤立各府地湾浪边,于1960年代被发现 为了被碾受到赤立各新机场工程的影响,该灰瑶于1991年由駐港黑工程军团,Gurgang Engineers,协助,整个为止被搬迁到东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